梨花猫为什么是公认的战利天花板 不仅因为它战斗力强 关键还骂得很脏 目前被公认的宠物猫数量超过几十种 为什么同样是猫 梨花猫的战利会这么高 还被称为猫界战利天花板 它举止行为可是相当霸道 一言不合就干假 看谁都瞧不上眼 就连比自己大的狗也敢重拳出击 梨花猫为何敢如此豪横呢 首先占决定因素的是基因 梨花猫本身就是属于一种野猫 是山梨子的后代 如今的梨花猫 很好地保留了祖先的野性基因 同时这种野性基因 也赋予了梨花猫超强的战斗力 它们热爱冒险 捉鸟抓鼠都特别快 就算是被当作家猫饲养时 其骨子里的那种野性还是存在的 而且养这家伙根本不需要精心照料 也不需要买猫粮 放它出去溜带一圈 没准还能给你带点吃的回来 你就说离不离谱 梨花猫自身也拥有完美的身体构造 四肢发达 肌肉线条完美 而且反应非常灵活 梨花猫从骨至今依旧保持着野性 骨子里都透露着一股桀骜不逊 动不动就喜欢离家出走 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人类的照顾 在野外照样过得很好 所以才会有人说 养梨花猫唯一的缺点 就是容易抛弃主人 你不走行不行啊 我养你 哎 喂 喂 梨花猫充满野性 宠物猫交礼交气 两者一对比 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猫界 可能也就爆猫和大局 能与之一战 但是你不要以为它 只会欺负弱小 就算是玉刀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它也是毫不畏惧 面对这种梨花猫 再强大的对手 也只能灰溜溜的跑掉 而且 时常还会快怨物种 欺负狗也不在话下 就算是铲使官在面前 也是不给面子 除了强大的物理攻击 梨花猫 还有个成名绝技 那就是魔法攻击 不仅打架没输过 吵架招要没输过 关键这货 扫门还比别人大 骂的也比别人脏 虽然听不懂骂的啥 光看着表情和气势就知道 打架之前它要骂 一边打架一边骂 就算打完还要骂 不管什么猫惹到它 它就要骂 就问其他小猫怕不怕 而且是它骂你行 你骂它就不行 人类骂它要记仇 同类骂它要上楼 而且是一口气爬十层 空调外积前去复仇 后来直接导致家猫住进了医院 就问你这种梨花猫 你们喜不喜欢